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炸弹 这个话题不仅让粉丝们疯狂 更是让整个娱乐圈瞩目 谭松韵和王凯真的能在一起吗 是的 你没听错 就是这两个才华横溢的演员 王凯能多偏爱谭松韵 浙江雪景送神秘礼物 王凯五次目光注视谭松韵 满眼欢喜 全网都为王凯的偏心叫好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位主人公 谭松韵 一个清纯可爱 甜美迷人的你演员 凭借着多部热播剧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而王凯 则是一位英俊潇洒 演技一流的男演员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征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这两位演员在多部电视剧中合作 其中的默契和火花 让粉丝们怀疑 他们之间是否真的产生了感情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也频频被拍到一起吃饭 逛街的照片 这不禁让网友们猜测 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一起了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我们深入挖掘了两位演员的私生活和感情经历 我们得知谭松运和王凯在拍摄某部电视剧时相识 两人在剧中饰演情侣角色 配合默契 擦出了火花 而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也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经常一起聚会 旅游 我们了解到 谭松运和王凯都是非常有事业心的人 他们在演艺圈中打拼多年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赢得了许多荣誉和奖项 而在未来 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 因此 对于他们来说 事业的发展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难题 比如 他们的性格是否真的适合在一起 谭松运活泼可爱 而王凯则更加沉稳内敛 他们在生活中是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些问题都需要他们认真思考和探讨 然而 尽管存在这些难题和障碍 但我们相信 如果他们真心相爱 并且有足够的勇气 去面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 那么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一起 而我们也非常期待 看到他们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和障碍 最终走到一起的美好画面 最后 我们希望所有的粉丝们能够理智看待这件事情 虽然我们非常希望谭松运和王凯能够在一起 但最终的结果 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决定 如果他们真的相爱并且决定在一起 那么 我们会祝福他们 如果他们并没有在一起的想法 那么我们也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顾南亭在《向风而行》中的扮演者是王凯 谭松运则是承销 两人本就是一对 曾经有过不少暧昧 也有过不少磨难 这部电视剧充满了正面的力量 完美的结局让人高兴 所有的好人都被提拔了 有了自己的价值 坏人失去了方向 也知道了自己的错误 值得一提的是 女主角谭松运 这位冰山美人 总是一张娃娃脸 但她的演技 让她成为了一个成熟 勤奋 自信的飞行员 虽然这种恩爱夫妻的方式 看起来很老土 但是只要有一个好的故事 再加上演员的演技 观众们还是会很乐意接受的 而王凯和谭松运 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一开始向风而行的时候 总感觉瘦靴 木讷刻版的王凯跟谭松运不太搭 也感觉王凯有点年纪偏大 可越是这样 这戏是越看越上头 热情如火 英姿飒爽的成销 就像一只灵活的小猫 在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爱慕后 把顾南亭像老鼠一样 丸于鼓掌之间 一步一步 不断前进 将冰块一点点融化 每一个细节都很有趣 让人赏心悦目 王凯最近几年出演的电视剧 都很成功 尤其是《大江大河》 这次和谭松运的合作 期待值早已拉满 请告诉我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认为的 向风而行一出 网友们纷纷将 《难得萧婷》这个名字 命名为CP名 王凯与谭松运 在演员和角色上的契合程度 可以说是配一脸了 在这段时间里 《难得萧婷》成了当下最火的迎评 CP 清评月里 王凯和江淑颖 饰演一对情侣 和王凯一起出演女朋友 江淑颖和谭松运之间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 语言风格的古今交融 通俗易懂的文化背景 每一个小细节都体现了大宋风 同时 这种具有证据 范式的剧本 使观众对宋人的识风 识韵 识情 有了更深的认识 其间穿插着宋朝文人意识 地后爱情 更让观众感到 对剧中有一种可触摸的温情 但无论是谭松运 还是江淑颖 都拥有很好的电影资源 熟悉童谣的人 都知道她和王凯在 《大江大河》中的合作 饰演的是王凯的妹妹宋运萍 她的出现 就像是一道清风 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而童谣和王凯的组合 也被认为是一对兄妹 但王凯毕竟比她大了三岁 所以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王凯与王子文在剧中的 《如果蜗牛有爱情》 《欢乐颂》等作品中 也算得上是一对 不管是《欢乐颂》的前一季 还是后一季 王子文和王凯这对CP 都是备受争议的一对 一位是文质彬彬的球衣 一位是街头的商人 两人的爱情经历 都是喜忧参半 在现实生活中 建立起真正的感情关系 并不容易 尽管王凯年过四十 单身身份使得她在恋爱方面 更容易吸引女性 并有更多选择权 但年龄对男性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限制 反而可能成为吸引异性的优势 而谭松韵面临着年龄增长 对恋爱选择带来的限制 女性在社会中 承受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需要在事业和婚姻等方面 做出抉择 除了个人因素外 利益也可能成为 影响他们感情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 明星圈存在许多 利益关系和合作机会 这可能对他们之间的感情 产生干扰和限制 因此 读者应该意识到 明星情感关系并不能简单地套用于普通人身上 每个人的背景 环境和价值观都不同 恋爱中考虑的因素 也存在差异 男性更注重事业和资源积累 而女性更注重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坚固 此外 我们也应该反思 社会对婚姻观念和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我们应该推崇包容和理解 并坚持真实的情感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需求做出选择 而不受社会压力和刻板印象所束缚 谭松韵是否愿意与王凯建立恋爱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仍然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在电视剧中所展现出来的情感 给观众带来了共鸣和思考 这也提醒我们要珍惜真实和纯粹的情感关系 并理解每个人背后的故事 总之 通过讨论王凯和谭松韵在《向风而行》中的情感现状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对于不同性别、年龄、资源和名利等因素 对恋爱关系产生的影响 同时 我们也应该呼吁珍惜真实和纯粹的情感关系 推崇包容和理解 并坚持真正需要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感情故事 在选择时应以自己的价值观为依据 并不受社会压力和刻板印象的束缚 王凯与谭松韵的组合 乍一眼看过去还以为是老夫少妻 没成想戏品以后才发现暖甜暖甜的真好看 为了拍《向风而行》这部剧 王凯才是真的豁出去了 打破了自己从不张嘴拍吻戏的规矩 于是乎 网友们就有了不约而同的一个声音 就是王凯与谭松韵有可能发展成现实中的情侣吗 毕竟他们的吻戏可是真枪实弹 一丁点水分都没有的 在剧场中 王凯搂着谭松韵找角度 两人面带笑意 正是开拍的时候 王凯非常上道地环抱谭松韵360度 进行法式拥吻 角度不停 变换不同 眼间的网友就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就是王凯张嘴了 不仅如此 两人还接着连拍了四条吻戏 看得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老脸一红 直呼甜晕了 王凯真的好会亲 从开始的试探性的亲吻 到最后霸气进攻的虎狼之事 不得不说一句真的好诀 要是演员们都照着的演法的话 音系生情的CP们将会多到数不胜数 甚至是多到离谱的高度 但是有一点非常可惜的是 王凯有两场试探的吻戏被删掉了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王凯亲自在采访中表示 在生活中 他其实是跟男主的人设定位类似的 是一个比较积极主动的人 一旦确定了某个目标 就会不遗余力的去把它完成做好 不喜欢托尼带水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有了王凯这句话 网友们就不难发现 高冷的王凯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非常明显 王凯会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偷偷瞄旁边的谭松韵 笑到无法自拔的时候 会情不自禁的去触碰谭松韵的肩膀 最让人上头的是 明明是最清汤寡水的花絮 却甜得让人发慌 在片场的时候 王凯真的好宠谭松韵 两人堵在一块看回放 晚风特别大 王凯就支撑起自己的风衣 绅士地为谭松韵挡风 一次可能是巧合 可能是王凯绅士 但是第二次的时候 就很让人想入飞飞了 有一次在阳光明媚的午后 谭松影站在太阳底下看剧本 王凯就站在旁边 只是动了一小下身子 谭松影就要求王凯别动 给自己挡住太阳 王凯也乖乖听话照做 还真就不动了 对戏的时候 谭松韵还用撒娇的语气 俏皮地跟王凯对台词 谁能想到 谭松韵这一把年纪 演起甜妹来 还是游刃有余 让我们的王凯 在面对谭松韵的撒娇时 直接给浮到跪地了 然后王凯本人也非常好玩地 跟谭松韵学起来硬核撒娇 这一幕填得把一旁的导演都给惊呆了 吐槽这波操作太秀了 还能不能好好演戏 整个片场充满了笑声 只能看见王凯忍不住地想笑 控制不住想笑 高冷的人设定位 简直就碎了一地啊 感谢观看